华兄,刘的青山在,不怕没柴少 咱们现在就身这么点人,如何与楚军打 才这么打下去,岂不是白白牺牲将士们的性命 本宫不服,本宫就不信 这辈子一次也打不赢楚军臣 你们别瞒我,我这次一定要赢 太子殿下,不好了 东方无祥和白礼忧带着他们的人逃跑了 什么?这两个废物 当真逃走了 是的,他们不仅逃走了 还把我们大部分的粮草也都偷运走了 现在,怎么没有多少粮草了 什么? 等一下,你怎么了? 来人,快来人 我没事,你放心 我冯凌天没那么容易死 冯君,快 你快让五公主带兵阻拦东方无相和白礼忧 一定要把粮草给抢回来 如果没有粮草,我们就完了 可是殿下,你的身子 我的身子没事,你不用担心 现在抢回粮草才是最重要的 是是,书下知道了 书下马上去 皇兄,不好了 楚军打进来了 怎么回事? 风武,我不是让你去抢回粮草吗? 楚军怎么又打进来了? 刚才我和风君正要带兵去抢粮草 没走多远,就看到楚军打进来了 所以我们才没有去 楚军打到什么地方了? 打到咱们的军营来了 听说楚军探到了消息 知道东方无相和白礼忧 带着几万将士撤军 所以他们才趁夜攻打我们的军营 现在楚军离我们只有三里地了 皇兄,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些阴险惊诈的楚军 来人 给本宫拿武器和盔甲来 本宫要亲自迎战 皇兄,我们现在只剩下三四万人了 又去粮草 根本打不过楚军 要不咱们赶紧带兵逃走吧 现在还有这么多人保护我们 我们应该能逃掉的 如果再拖下去 恐怕连咱们都逃不掉了 逃逃逃 要逃你自己逃 本宫才不会那么怕死 不会认输的 我傅能天就算死 也绝不会认输 算了 本宫主也不是太生怕死之辈 既然你要打 那本宫主就陪你一起打 不管是生是死 是输是赢 我都跟他们拼了 绝不当缩头乌龟 好 那咱们赶紧准备好营战 不一会儿 风灵天便换上了一袭银白色的铠甲 风武也换上一袭戎装 接着两人拿起武器 走到营帐外 召集好剩下的将军和将士 加入了战斗之中 对面的墓竹和风尖阳等人 正在指挥着楚军 往天圣军的军营推进 老风 你看到没有 那是风灵天 还有他妹妹风武